越是平衣、平常 看不出一点点特殊的地方 凡是严谨、反常、奇奇怪怪的 都有问题 每天见鬼、见神 或者感应、略像 自认为很了不起的 都有问题 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所要了解的 真正一个修行人 真大修行人 真的你是修到最后是什么 越无我 越修越无我 越修越频繁 频繁到最后你根本看不出他是在修行 所以真正老实修行人 真有修行人 其实是一定是这样子的 但是往往很多人都被外相所骗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人就故意讲 不断地讲求神通 讲求他有类像 种种的灵异 种种事项 然后来标榜自己 是很有修行 修得很好 有神通 有这个正量 所以不断地显现他的特殊的地方 跟人不同的地方 为的是什么 为的一定是心里有手求 绝对不是什么 不是无缘无故的 我们说他的动机 其实是很简单 那我上经常讲的 特别讲这些东西的 特别显现这些东西的 无非就是为了 名文利养 为了出名 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供养 所以不断地讲说他不是凡人 就让你知道他是很有修行的人 所以这个人其实 这个就是自己心里有问题 心态已经不对了 但是往往世间人 智慧不过的人 政治正见不过的人 就听到这个人 有神通了 有特异了 就觉得他是修行很好 就赶快去追求 求财富 求什么 生病了 不去找医生 也来求他 求他加持 求他贯点什么 赶快开悟 赶快发财 赶快身体健康 凡事就什么 好像他是万灵丹 什么事情都可以什么 一倒勇裕 结果呢 损失的是你自己 被骗了 然后呢 钱财损失很多 供养很多 那如果他之间不正确的话 到时候交给你们的方法 又是错误了 结果你们呢 越修 越偏理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我们说真正修行的 是不搞这种奇异的 记得我十几年前 我们还没有出家的时候 有一次到东部 花园的地方 有一个东大师 东大师是台南 高雄还是台南 一个烘法式的开山长老 叫做开胜长老 这个长老已经几年前 已经圆起了 这个长老他是很有修行的人 那他也有很多的神通 很多的灵异 他心通啊什么都有 但是呢 每次人家问他 他都说没有 他不去教掌自己 有一次 听说有一个道场 在受戒 请他去当这个三四和尚 然后呢 刚好啊 在这个三四和尚 在受戒以前呢 就呢 办了一个三十七年法会啊 要为这些受戒的戒指啊 出家中的戒指 朝见他的冤金带住 那么呢 这个开胜长老了 就被邀请了 去当这个三四和尚 去做 同这个主法的三四和尚 那么呢 就在这个香辱里面 开始要真正 法会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进去 结果一进去的时候 他还没有进去的时候 还没有到的时候 结果那个香辱呢 就烧起来了 就烂烧起来了 叫做法辱 结果就烧起来了 结果大家一看 啊 怎么香辱突然烧起来 那结果这个开胜长老了 刚走进这个大殿 进到这个大殿的时候 看到前面的香辱烧起来 他的浮尘就往前面 一这样一挥 整个佛就熄灭了 结果人家说 啊 这个开胜长老 修得正好 真有神通 这个佛一起来 他一个浮尘这样的衣服 就刚好洗掉了 哇 他就把这个事情 妄为宣传 那人家就问他说 开胜长老了 你真的真的有修行 真有神通 你看那个香辱在烧 你一个浮尘一敷 他就洗了 他说哪有什么神通 那是不小心 我刚好飞过去 他火刚好自己熄灭掉的 跟我没有关系 他是真的真的有修行的人 结果人家问他 他很谦虚 他说不强调这东西 所以有一次我们出家前去参访他 他就跟我们讲 告诉我们 他说呢 学佛修行啊 度众生呢 要老实啊 不要用那些什么 鼓鼓鼻鼻的 台语讲哦 修行度众生哦 要实在啊 不能用那鼓鼓鼻鼻的 就是你不要去搞怪 不要用神通啊 要用什么去这样度众去骗 这个都不要众生的 所以他特别听我们说 记得一定要老实 不要显义祸重 所以这就是老和尚的一个修行 真有行动人 真有修行人 他是不强调的 所以就像老和尚 进宫老和尚讲 真佛佛萨 他不会让你知道他是佛佛萨的 他让你知道他是佛佛萨 他就漏了线了 他一知道 让人家知道他是佛佛萨 他就赶快进入涅槃了 不能够在村里留在世间了 所以如果还说他是佛佛萨 还留在世间的对不起 那是扣鼻的 那绝对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所以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更清楚 这会到时候 修行当中 一人一听到有人有神通 到处又跑了 这就是很麻烦 到时候是自己迷失 好 我们再看最后这一段 我们要做好事 虽做好事 还是无事 这就对了 无事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做 那是治疗汉 大乘菩萨是做而无作 无作而做 怎么说无作呢 心里若无其事 一念不生 这是无作 怎么说做 为大众服务 尽心尽力 尽尽不懈 手脚尽快 为之做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做好事 做善事 一定要去做 但是心 要用三轮体空自信 所谓三轮体空 就是做了之后 没有你 没有一个我 没有他 没有布施的金钱 或者物品的念头 有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心里不要去执着自己 或者是对方 乃至你布施的 这些东西的话 心能够把这三个东西都放下 那叫做三轮体空 就是情境性 所以 有做好事的行为 和这个善事 但是我们不执着的话 就是真正做而无作 但是你又不是没有去做 所以又叫做不做而做 所以这一点 真的是很重要的 我们管事当中 做善事 容易能执功德 执福德 就是一人你心有助 所以我们人做越多 执着就越多 但是呢 其实真正得到功德 就是该做 只是做 做过 不要去求回报 不要去求功德 那就真正的是情境性 那你不是说 人家讲 做了最后也是空 所以不要做 不是这样 你说做了最后还是空 那你不要做 那叫做做空 做无 那个是错无的知见 那不是中道的心态 该做的 好事要去做 但是做了不知错 这就是真的叫中道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就是菩萨的心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的了解 所以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祝大家 去我们听到这下 智慧正常 稍微放浪 公民婆婆 impat过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后 我们下期再见 待在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